大家好,我是林志榮,今天是12月20號早上10點半 投資朋友,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FED在利率決策會議中 將12月利率再度升息一碼 原本市場上普遍認為說FED可能不會再度升息 甚至有可能會暫時終止升息循環 但是出乎市場的預料 使得美股三大指數從原本上漲1% 結果收盤倒跌2% 這邊美股三大指數已經呈現破跌的前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指數 跟美股三大指數有點脫鉤的味道在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韓國指數 甚至是我們台灣的加權指數 目前都有逆勢抗跌的味道在 加權指數還是維持在400點的區間 9600到1萬點 那這400點的區間還是一個可操作的盤 但是這邊內股輪動會非常的快速 個股強者很強 那這邊你也要替放 有一些個股開始出現了結帳的賣押 那我們一樣來追蹤一下三大指標 原油、美國公債值率跟美元指數 原油在重挫之後 昨天是有呈現一個弱勢反彈的味道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弱勢反彈並不能站上區間下緣 弱勢反彈並不能改變長線看空 所以這邊原油長線還是看空情形之下 你就要去留意一檔商品 00673R 原大原油反彈 那這種個人曾經跟大家講 你只要把你的方法定出來 熟悉那個場子的遊戲規則 則所有的金融商品都可以去交易 我們要進賭場 我們要去Casino 賭21點還是賭大小 這邊你也是要熟悉那個場子遊戲規則 你才會進場下去賭嘛 所以這邊呢 你只要把 每個金融商品的遊戲規則給搞懂之後 你去善用它 它可以提高你的獲利 那市場上的商品非常多 除了ETF之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商品 那這邊投資朋友 你可以善用它來提高你的獲利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美國公債殖利率跟美元指數 那公債殖利率在昨天 還是呈現一個破底的情形 那這邊 美股升息 但是公債殖利率 卻呈現破底的情形 那這邊 因為市場上的資金 都全部從股市跑到債券市場 債券價格上漲 那公債殖利率就會跟著下跌 那這邊呢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公債殖利率持續呈現破底 那公債價格持續上漲的情形之下 那你就要留意市場上的資金會不會從股市跑到債券 那如果從股市跑到債券的話 你就要開始提防 這邊新興市場國家的指數呢 會不會進一步跟著破底 那我們可以看到 美元呢 主要還是呈現一個高檔震盪的情形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美股三大指數 美股三大指數呢 在昨天呢 都呈現破底的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SP500 NASDA 還是費半 都呈現破底 那這邊呢 美股三大指數呢 只能反覆震盪 儘快暫毀這個區間下緣 那如果呢 他這邊呢 不能馬上止跌 反而又破底的話 這邊新興市場國家指數呢 也會開始造成一定的壓力 那我們看到 費半 費半呢 昨天呢 也是跌破了區間下緣 他的跌幅呢 來到了4% 相當的重 那這種哥曾經跟大家講 這個經濟數據衰退的話呢 半導體會首當其衝 那在費半呢 已經跌破了區間下緣的情況下 這邊你手中還有半導體類股的 這邊應該要趕快做解碼 這邊呢 要檢視你手中的半導體類股來做個解碼 那那斯達呢 也是跌破的區間下緣 那我們看到加全指數 加全指數呢 還是一樣維持在這個400點的區間 那這邊呢 反覆震盪 中哥跟大家講 我這邊要等一個長紅或是長黑 長紅突破或是長黑跌破來改變他的方向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這邊長紅突破的話 反彈上來了 馬上是季線壓力 所以這邊呢 萬點呢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存在 同時呢 還有一個缺口壓力 10300 那這個缺口呢 中哥一直跟大家講 封閉了之後呢 空筒呢 才會沒細唱 那這個 缺口為什麼這麼重要 中哥呢 已經提了一個多月了 所以呢 這個缺口呢 10300 封閉了之後呢 後面呢 才有機會再走一個多頭行情 那這邊呢 中哥剛剛有提到說 你要提防有些個股呢 開始出現結帳的賣壓 那至於目前盤面上結帳賣壓是哪些 除了被動元件開始轉落之外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矽晶圓 矽晶圓呢 目前呢 呃有出現把人挑起的結帳賣壓存在 所以手上呢 還有矽晶圓的個股呢 這邊你一定要先做個檢碼 這跟大家講說 矽晶圓環球機呢 如果跌破季線之的話 這邊會開始轉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矽晶圓 不管是合金 中美金或是加金 這邊呢 都已經跌破了季線 那這邊呢 矽晶圓開始出現結帳曼陽 這種哥是怎麼發現的 其實呢 他有一定固定的頻率存在 所以這邊呢 如果投資朋友想了解的話 就是到這種個light 這種哥會跟你說 這邊要怎麼去觀察說投信呢 或是法人的結帳賣壓 那再來呢 被動元件呢 還是持續呈現弱勢 那短線上呢 他要轉強 就必須站回季線跟月線 不管是華新科還是國巨 都是一樣 目前呢 走勢呢 都是比較偏弱的格局 那目前呢 市場上呢 有哪些個股呢 在強者很強 然後 輪動的很快速 這種哥有提醒大家 5234這一檔 那這種哥在12月11號呢 群組提醒 然後在12月12號呢 盤中呢 83.1 點兵這一檔 那在昨天呢 已經創了波段新高 那今天呢 還是逆勢呈現上漲的情形 所以呢 這邊呢 達新材料呢 後續呢 有沒有第二檔 這種哥認為呢 面板的關鍵領組件 還有一檔 想知道了 趕快加入這種哥light 那至於呢 這種哥一直提到的生技類股呢 在往年呢 第四季啊 第三季 甚至到明年的一月 這邊生技類股呢 表現呢 普遍都會非常亮眼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往年呢 生技類股的表現呢 都是優於大盤 那這邊呢 為什麼生技類股呢 會表現這麼強勁 最主要就是因為 很多的醫學會議呢 都是集中在下半年 那很多醫藥廠商呢 也會趁著這波力多呢 趁著醫學會議呢 發表他的研究力多 所以這邊呢 生技類股呢 後續值得大家追蹤跟留意 那我們在節目上有跟大家提醒到17335頂這一檔 那17335頂這一檔呢 最主要是做血糖測試劑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的股價呢 也是相當的飄悍 這種個人在12月17號呢 跟大家做分享的時候 那12月19呢 盤中再度點兵 那盤中呢 30.2點兵呢 盤中最高來到32塊 今天呢 股價呢 又再度創了新高 那還有沒有生技類股呢 可以持續上漲的 有趕快一樣 自從哥發現的話 會即時呢 在Light的提醒大家 那投資朋友想知道的話 就是趕快加入自從哥的Light 那這邊呢 空放的個股呢 自從哥呢 還是維持原本的看法 金融指數跟半導體 那金融指數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是呈現一路破跌情形 那這邊金融指數呢 你不要覺得他說 金融股呢 漲跌很慢 你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其實他的報酬率呢 也是相當的金額 那如果呢 你又可以善用交易工具 來提高獲利的話 那這個整個報酬率下 會相當的可觀 那目前呢 中哥認為呢 金融指數呢 還沒有止跌 這邊呢 除了三大因素之外呢 還沒有其他會爆彈呢 中哥也會持續為大家追蹤 那再來呢 半導體呢 經濟數據首當其衝的話呢 把經濟數據衰退的話 半導體會首當其衝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半導體呢 如果反彈上來的話 你真的要先站在賣房 尤其呢 是現在呢 費半呢 已經呈現破底的情形 那這邊呢 中哥認為呢 這邊還是一個屬於一個消息面控盤 那波動都會很大 那波動大呢 多空都有機會 對這邊呢 你就是找強勢股 然後投信 再買什麼的類股呢 來去做挖寶 但是你要提防這邊呢 一些個股呢 法人呢 已經開始調節賣壓 那這邊呢 調節結帳之後呢 你就開始提防 這邊賣壓出來之後 會不會跌破了 月薪基建 所以這邊呢 多空呢 都有機會操作 那目前呢 400點去接呢 我們就是等待一個 長紅或是長黑的跌 長紅突破或是長黑的跌破 那這邊呢 即使是說長紅的突破上來之後 你還是要一定風險意識在 因為呢 這邊萬點的壓力非常大 同時呢 還有個缺口壓力10300 那中哥一直跟大家講 你不要忘記 缺口10300 封閉之後呢 空頭才會沒戲唱 那更多的消息呢 歡迎各位投資朋友加入這種哥的FB 股氣小腰子 或是Light 那這種哥呢 會有及時的多空訊息 跟大家做個分享 同時呢 影片下方呢 有一個長甜頭的專案 那這種哥呢 歡迎大家加入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轉賞 小封閉 谢谢大家